總共多少頁,然後現在在哪頁 好,那現在呢 你看,我們有幾種方式 第一個,你可以從右手邊 如果老師你要把它當作是一個白板的工具 你可以從右手邊 這裡有筆,有這個圖形,對不對 你可以從外面道具箱 道具箱就是你可以從剪貼布抓進來的 比如說,我想要找到我這個 這個,好,這裡 我想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那老師,螢幕截取,OK吧 你有很多工具可以用 那麼,假設我在這邊,我用這個 Windows內建的就是Windows Logo加Shift加S 好,OK,那我就把這裡抓下來 好,抓好之後呢 已經到剪貼布了 我就來這邊 好,你看到他右手邊有一個叫做 這個道具箱 好,有沒有看到 你先抓一個 不管老師的是文字的 還是普遍的都可以哦 好,點到 好,現在呢 您可以看到上面,有沒有一個叫剪貼布 嗯,它就有了 那第一次使用的時候,它會跳出 是不是允許這個網頁能夠存取您的剪貼布 因為這個要有權限 好,如果 你第一次用 它 因為有跳桿那個沒有的話 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右上角有一個取得有沒有 它就可以再把你的剪貼布那樣取得進來 好,確定是這個 我就把它貼進來 這個是我以前建議它的 因為它以前沒有 剛推出的時候沒有 我就覺得這樣超難用 為什麼 因為我一定上課會有 有些車會有剪貼的需求啊 他就一定要先坐在PPT裡面 再會進去 好,後來呢 增加這個 我就覺得好用啊 這樣就很方便啊 好,不管是文字圖片 好,來 老師那你就可以用我們左手邊的工具 你看 好,同學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注意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你可以用這裡的圖形 它裡面就有很多 哪一個是重點 好,在這裡 這個是重點 你要注意一下 那你要移動它 你就用這個箭頭的工具 這些都是主力的物件 你就可以自由的去移動它 這樣很單純 你們都貼不上去 我貼好意 終於你搶得第一名 好,我來看一下 剛剛老師問到一個 我們剛剛用這個右手邊 箭頭 是不是可以去選到 你剛剛畫的筆記啊 或者那些 或者那些 物件對不對 可是請問你 如果你要刪掉怎麼辦 有人說刪不掉對不對 刪不掉對不對 刪不掉 終於有人有看到橡皮擦了 哈哈哈哈 因為按Delete不行 對吧 所以你看 右手邊這裡 有橡皮擦 所以這個 跟我們一般使用習慣有點不一樣 你垃圾桶是全部都刪掉 那橡皮擦就是一個一個來 就是選到的那個一個一個來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會有點困擾 哈哈哈哈 想說 Delete為什麼沒有用 結果 是因為 跟他沒關係 好 這樣子 基本的 這個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好 他的圖布啊 那個怎麼用 還有甚至他還有背景嗎 他的背景 我就覺得還不錯啊 因為 比如說他裡面 你看除了有象棋的以外 也有我們世界地圖耶 我們這邊有一些世界地圖也可以用啊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老師有比較單純的 你想要 像這樣用的 我就可以 找這邊 來用 在那個 這裡這裡 對就是那個叫道具箱 對 有的人翻作百寶箱 這邊翻作道具箱 有沒有在文字的上面這裡 你找到 這個叫背景庫 就會有 好 那素材庫就是一些 那個 已經具備的透明圖 所以 其實像這樣子啊 就還蠻單純的啦 雖然他也是會有一些 跟我們 平常大家用的不一樣 好